尖叫搜索台坡大楼 不自然离 面一头白衣风暴现场 一个多小时的会议 列出四大决议 除了队内成立紧急应变小组 白衣危机处理 再把炮火往外催了去 并未设有柯文哲主席办公室后 检方仍执意于党部同仁工作空间 进行摸索式的收正 黄国昌代图质疑 检调搜索民众党党部 到底有何 和正当性 柯文哲主席有连续 周瑜秀秘书长 说检联不断的催促 请周瑜秀秘书长 赶快来中央党部开门 让他们进来搜索 台北地监署立刻反击 称搜索中央党部警局 现在柯信被告办公室 侦查过程都遵守正当法律程序 并无柯文哲主席的办公室 所以对于地监署这样的回应 确实是一派胡言 班英与检方多拍来回 根据了解党部搜索进行量炒时 至于自家主席金华成案要是遭到起诉 党内是否依规定陈处 在目前现在的时间点 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相信金白和平加油 尽管种种证据指向自家主席与财团互动紧密 但民众党各大山头 此刻得力挺柯文这到底 因为一人政党突然少了主席 进入全力真空深水区 全党瞬间顿势重心 进去中文文铺一周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